早点休息 别熬夜 我妈跟你说什么了 让咱们俩好好过日子 早知道这招拐用的话 我何必等到今天呢 跟别人你感冒这险吧 跟你 我也不是太敢 什么时候去把婚礼了 什么时候去把婚礼了 先这么着吧 反正你不是说 就那么几张纸也代表不了什么 等回头你真的找到想架子了 我再让位给她 万一我一直没找着呢 那就这么凑合着吧 来 中午七十呢 啊 那个我 我 我中午约了个人 你跟晓晓吃吧 约谁了 一个客户 哪个客户啊 你不认识 不可能 你还有我不认识的客户 你不认识的 我的客户里多了 男的女的叫什么名字啊 哎 哎 行 马上到 不急了 佳琪 一点花钱 我和你合作这么长时间 我还信不过你 那就麻烦你了 颜哥 等这个案子一结束 我就把钱结给你 没问题 对了 你哪天有空啊 我带你到我郊区的花谱 看一看 我进了很多的新品种 我还在附近呢 买了一个小牙楼 是你之前朋友圈发的那个吧 院子还挺大的 好 其实 这也不是很大吗 差不多有过两百多瓶 咱们可以在小花园里 收手烤 喝点小酒 如果你要是喜欢的话 你也可以再住两天 反正我都一个人 也带我一个呗 我们家嘉谦不能喝酒 我可以陪你好好聊聊 那个我要送货 我先走了啊 再见啊 您慢走啊 哈哈 趁热喝了吧 等凉了胃又疼了 你做完去哪儿了 我去段序家了 然后呢 我打电话给他的时候 他说你已经走了 然后 我又去大众书局 坐了一晚上 我还拍了照片呢 你看 不用跟我看 我没有说不相信你 你是不是后悔跟我在一起了 你是不是觉得现在的我 和你当初想象的我 完全不一样啊 你 是不是想和我分手 我什么都没想 虽然我一无所有 但也不是别人给我什么都会要的 咱们在一起不容易 咱们在一起不容易 我也不想别人看我笑话 喂 学姐 嘉谦 你给我打的这个钱是 你之前不是多交了半年房租吗 我现在手头宽裕些 就想着先打给你 看来小妮子生意不错啊 是挺好的 是挺好的 学姐 谢谢你信任我 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干吗 突然这么煽情 既然这样的话 我可就先收着了啊 你先忙 好 拜拜 拜拜 哪儿来的钱啊 我找银行借了 从现在开始 这个地方 才是真正属于我们的 我不需要豪车 我不需要豪车 也不需要看起来 靓丽的生活 我只希望咱们能面对现实 做一些别人能真正看得起我们的事 我愿意支持你 也希望你能理解我 我也是 我愿意支持你 不要 你回事 我有 怎么没怎么办 你 不需要 开会 来 开会了 开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最后一堂课上完了 到了跟大家说告别的时候了 感谢你们对我的信任 也希望我这段时间 真的交给你们一些有用的东西了 能给你们留下 一段美好的回忆 杜老师 您回日本之后 我们还能和您再联系吗 当然可以 欢迎你们给我发邮件 你们都可以 杜老师 我想去您的公司工作 能不能有实习的机会啊 热烈欢迎 但是毕竟公司我说了不算 我会给你写推荐信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你现在想我 你继续 嗯 再见 陆老师 我送你了 陆老师 老师 老师 我会想你的 我也会想你的 你一定要再回来看我们 会的 会的 回去吧 不用送了 陆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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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这里还能住宿吗 这以前是个小仓库 没想到你们老板 把他改成旅馆了 看来您对这儿 比我还熟 我给你换衣服吧 就当练手了 不要钱 免费 你没事吧 这个 那我现在 可以洗个药吗 当然可以 我想 和杜珈牧谈恋爱 我还没有喜欢过什么人 所以也没有失恋的经验 如果我注定要在你这儿 失恋的话 可不可以让那一天晚一点吧 我对我说 我需要 这些都是经典的漫画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我给你们每个人都买了礼物啊 而且我一看到这顶帽子的时候 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 来 试试 你的颜值配上我的审美 敷一下 谢谢 美不胜收耶 说吧 什么事情那么开心 你看得出来我很开心吗 你说呢 其实也没什么了 就是 段序吧 他准备向我求婚了 求婚 真的假的 你怎么发现的 我跟你说 我一开始呢 以为他在跟别的女人搞暧昧 我都快气死了 后来我发现那个女的 是个婚纱设计师 而且是高级定制的那种 而且啊 段序最近 总是想偷偷量我的纸围 你说 一个大男人 如果不想跟我求婚 搞这些干什么呢 看不出他平常 什么都不在乎的样子 心还挺细的 就是就是 他就是特别可爱 我还以为他不会跟我求婚 没想到 他是想给我一个惊喜 希希 那你可要好好的准备 以最好的状态 迎接你梦寐以求的一天 好 好 我决定 从现在开始减肥 我要 戒糖 戒奶茶 戒肉 戒主食 我跟你一样 吃草 吃草减肥 小妖 你干嘛 你在路上睡着了 你吃饭吗 别走 别走 我给你买礼物了 礼物 礼物不香吗 她怎么了 她怎么了 不知道啊 大概是因为年轻 所以情绪化了 哎呀 看你开心的 丁总 听说你最近 你跟Gary走得挺近啊 你如果把那些 乱七八糟的注意力 都集中在工作上 我相信你上个月的业绩 也不至于下滑得这么严重 丁慧强 咱们俩现在在同一个级别 我希望你说话客气一点 我不想再像从前那么忍你了 还有啊 在接下来的合并中 如果你不想说得那么难看的话 我建议 上海有人要你的时候 赶紧走人 否则 在我的手下 你也不会过得那么舒服 你这么希望我走 是怕自己赢不了我吗 丁慧强 别强撑了 这次你输定了 三明姐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来了也不提前说一声啊 我去帮你倒杯咖啡吧 不用了 坐 今天来呢 我主要传达集团的决议的 从契要开始呢 集团要全面地执行 旗下的品牌酒店的市场部 跟销售部的合并 统称为公关部 做到职能统一出口统一 负责人也统一 级别相当于负责 所以 你一定要打好这个账啊 不用担心 关键的时候 我会帮你一把 三明姐 谢谢你的好意 但可能 我要辜负你的期望了 什么意思 我打算辞职 去杰鲁工作 是因为文森特 不是 是因为 因为害怕 我不喜欢人事斗争 但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B成为了一个 处处充满人事斗争的地方 我不怕输给文森特 我也不怕输给任何人 我只是很害怕 怕自己被同化了 即便 在职场合并中我赢了 我也没有办法改变这个职场 我知道或许每个职场 都有他们的问题所在 但我还是想试试 想去那个 可能更能实现我价值的地方 就要是 虽然你走了 我站好理 去守一个很好的助手 但是 我还是支持你的任何决定 对啊 你对咱们度蜜月 有什么好的想法没有 度什么蜜月呀 又不是真的结婚 足以以假乱真 我们感情基础不差 手续也一样不少 神经病 这 这什么意思 这个呢 是我的乌托邦 等我失去斗志的时候 我准备到这里等死 所以 需要鼓励的时候 我就会把它翻出来看看 告诉自己 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至少还有一个 美好的下场 我走了啊 拜拜 好乖啊 你怎么那么好看呀 是不是 你知道吗 因为那个视频 直播 丽丽周现在已经为公司解了约 所以丽丽秀呢 也暂停播了 我们这些工作人员呢 就放假 成了无业佣女 但是你看怎么样 我这个造型 是不是挺适合我 所以你今天叫我出来 是带着你的狗 跟我耍帅的 对吗 一方便吧 不过这另一方面啊 不过这另一方面啊 我是来当说客的 成天也现在不想放弃这个节目 到处想办法到处找主持人主持 可是谁愿意接这个烂摊子呀 所以我来找你啊 是想请你 可怜可怜他 也可怜可怜我们这些工作人员呀 我们一致认为你才是最适合 顶替到丽丽周成为主持人的 一把好手 哪怕哪怕 就先录两期 救救场 别让这个节目死去 至少还能帮成天也 拖延点喘息的时间绝醒去 你这么笑 我就特别特别害怕 但是今天你要是不答应我 这一个大老爷们 加上这只狗 就赖上你的 走吧 我不 你不 你不是要让我跟你到公司 去打仗吗 你同意了 你今天就算不来找我 我也会去找陈天也的 这个主持人 我要当 现在怎么样 给点意见啊 啊 原来这个稿子我不能用 如果想让我来救场呢 得按我的观点来 我说爽了为标准 还有 既然是救场 说够了我就会立马走人 你抓紧时间找备选 不要指着我 一直扛在这里 没问题 开始吧 朋友们 好 好 再来一下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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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 这个表情不瘦 眼神 眼神看前面 对 来 看 眼神看前面啊 感觉自己很美 这个肩膀啊 外旋向后打开 微笑 现在穿上足衣 我走了是散步 散步 散步 你知不知道 你站在这个舞台上啊 一举一动 不要晃 小动作首先是不能有的 那些以为随便的 什么弹图啊 举止啊 你以为真的随意的吗 那个叫专业的松弛 那都是练出来的 哎呀 你别叨叨了 我知道 你现在把我黑暗池 这种气质 这种气质 对 所以 别不好意思拒绝 反正那些好意思 麻烦你的人 也不是什么好人 之前 我的朋友 孩子在过节的时候 给我寄了一张明信片 上面写了一句话 错误的决定 造就了精彩的故事 看 一个孩子都明白的道理 我们在纠结什么呢 其实人们不是害怕失去 只是害怕失去以后 没有更好的替代 别害怕 更好的我来了 当然 我可不是谁的替代品 毕竟节目组 已经为了我 把名字改成了 枝瓜大会 既然是会 这里就不是我一个人的舞台 你 心里有没有 对老板的不服 有 没有 你 心里有没有对情侣的不满 来吧 把你的故事说出来吧 我在这里 和我节目组的小伙伴 等你来会 这个特别好 这个特别好 让他瞳解啊 给你瞳解啊 这节目新名字你想的 站住 我预祝节目成功 新名字还没定呢 来 预祝一下 这让他身上不封着 成功 必须成功 必须成功 走啦 我到大唐吗 我马上下来接您 您在大唐稍等一下 没关系 不着急 这回谢谢你了啊 塞门 往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直接说 别客气啊 这么好的机会 你为什么要拒绝呢 李总的施舍我承受不起 这不是施舍啊 如果他们对你 简历不满意的话 我说什么都没有用 为了不让你为难 我专门让猎头公司来找你 你能不能不要这么义气用事啊 我在这个节目眼上离开威 已经显得我够懦弱了 我本来以为我可以不在了 我觉得我没有必要 跟更好的职场过不去 我以为我的能力 受到了更高的认可 但结果呢 幸亏我今天发现了 要是我已经坐到了 盖瑞的办公室 然后我才知道 这家门是你替我开启的 你觉得我要怎么想 我有办法装都不知道 然后继续在这个位置上 坐下去吧 你听我说 你完全配得上这个位置 你没有必要 在乎于参与那些斗争了 我是在为你好 你在为我好 还是你想扶持自己的人上位 你能不能不要 让我这么为难 沙沙手上有你的把柄是吧 好 你继续护着他 我丁慧桥再不及 也不会不战而逃 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拜拜 我也先走了 拜拜 季季 拜拜 拜拜 小邦 我也先走了 拜拜 走啊 去吃好吃的 不行 我约了人 你约谁了 客户 又是孟盈 你认识他 不认识 那你怎么知道的 你烦我抽屉了 不是 不是 不是故意烦的 我那天给你送文件 然后我就顺便看了一下 谁让你鬼鬼祟祟的嘛 我以为你背着我跟其他女人 好了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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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知道了 反正我现在都清楚了 其实你不用这么偷偷摸摸地准备啊 你可以光明症大一点 反正不管你准备什么 我都会开心的 你说什么呢 别演了 我演什么了 你不是准备跟我求婚吗 还装 那个 我吧 我觉得你可能误会了 误会什么呀 其实这样的 我最近呢 一直在帮刘柯找合作伙伴 然后我就觉得 我怕你听了不高兴 我就没敢跟你说 所以 我说你 怎么会这么突然 你真打算去那个节目 做主持人了 先干着呗 那个世界给不了你自由 充满了审视和诱惑 让你没有办法 潇洒地做自己 甚至有可能让你变成 第二个莉莉舟 不至于 我就是想去发泄一下 感受一下 什么叫话语权 要是哪天我迷失了 你就一杆子打醒我 我不会怪你的啊 我不见得会舍得 来 尝尝这个 这大菜呀 看来是 大口不好 瞧不动 不动 之前你还说你不喜欢 戴这个戒指呢 我看你现在每天戴着 挺美的呀 冒昧地问一下 你们公司的同事 见到这个了吗 我在公司的时候 都是摘了的 没戴 工作不方便 那你是不打算告诉你 公司同事你结婚了吗 找机会 那至少得让沈阔知道吧 你为什么那么在意他呢 一个小崽子 那就是我的一个小兄弟啊 人家不一定这么想 你怎么这么想 这个呢 目标足够大 如果你同事看起来的话 麻烦你 顺便跟他们解释清楚 怎么回事啊 下午可以听 你们假期认错没完没了啦 请坐 我不要 那 你们聊着 我明天要回酒店复工 我得去准备食材 认识回家的路吧 结了婚了 路都不会认了吗 等了啊 拜拜 怎么一副怨妇的样子呀 你不也是快结婚了吗 我太难了 真没想到 上天对我太不公平了吧 你一个这么不想结婚的人 都能这么容易嫁出去 我一个那么想结婚的人 我嫁个人怎么那么难呢 希望又被扼杀得摇篮链了 希望又被扼杀得摇篮链了 别不开心了 分享一下我的快乐 来 小姐 你懂 帮我看一下 这有几颗辣 我看不清 来一下嘛 我势力不好 定一下 值多少钱 我瞎了 医生 有人吗 开心了 有没有人 医生 快 回来 快 回来 来 快点 你们两个现在外面找到 有什么事告诉副主 来 出去吧 把门关起来 杜老师 辛苦了 来吃点水果吧 你先吃吧 喂 小杨 怎么了 杜老师 小杨又跟人打架了 伤得特别严重 您可以来医院一趟吗 我马上就到 杜珈牧 无论发生什么 你都不准去 杜老师 你来了 小杨 我先走了 谢谢您 谢谢 不是叫你别打架吗 怎么这么不听话呀 不用你管 都伤到哪儿了 疼不疼啊 疼 疼不疼啊 谁让你来的 我好不容易再说服我自己 你怎么这么讨厌 都是我不好 对不起 不要你的 对不起 都是我不好的 姐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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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伤害也别哭了 伤口领开了 会留疤的 能出来一下吗 走 走 我 我姐来了 没事 没事 先关心你自己吧 这是医院 你姐不会乱来的 没事的 你怎么搞成这样啊 你怎么搞成这样啊 兔家墓 你想干嘛呀 你是两个都放不下 还是单纯很享受 这种被年轻姑娘争宠的感觉 我姑且相信你有你的原因 但是我希望你把这个关系 处理得干净一点 你好歹是个四十多岁的男人 别告诉我你处理不了 从今天开始 不要再让温小阳卷入你 或者你们的生活里面 否则 你就真的有点恶心了 还好吗 温家墓 是不是只要温小阳出了事 你就会第一时间赶他 是不是只要他这个人还活着 你就一辈子都放不下 我已经答应带着你回去了 别再逼我了 我就说嘛 我之前花圈圈诅咒你们 让你们捣了那么大的霉 我自己怎么可能平安无事的 现在好了 我自己那份也来了 可以安心 别再 Engine 我自己 也没有 你再Jim 哪个人 你早就着急了 梁不是 我们中间 我讲什么 好像我就逼你 好像他说 我已经把你乱跳了 准备好了 你不能乱跳了 你不能乱跳了 你敢不乱跳了 你以为你 跟你乱跳了吗?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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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团的邮件都看了吧 看了 虽然这次呢 客户数据泄露事件 发生在对方集团 但是对于我们整个行业 舆论压力非常大 我们必须得想办法解决它 对 我这边很多大客户 给我打电话 要求彻底删除 他们的会员信息 客户对我们没有信任 对了 客房预定 现在是什么情况 原本的预定 很多都已经取消了 下周的入住率 基本只能够维持在百分之二十 你们看看 对方出事情我们跟着买单 我们得赶紧想办法了 我的方案是这样 我们能不能做一轮促销 尤其是针对于老货源 每人补贴五千积分 直接勇于消费 这样会不会吸引他们留下来的 我觉得不可行 这解决不了客户内讯安全感的问题 丁总 市场部有什么看法 皮尔稿的部分 目前已经在准备了 我还约了酷义的杰斯卡 看看能不能引进一套 他们的智能管理系统 毕竟咱们酒店的系统设计 实在是太陈旧了 而且也一直没有注意到 网络安全问题的维护 我想有必要趁这一次 我们好好地全面升级一下 关于这个泄露的事情 我深入了解一下 是因为对方内部管理不善 员工为了一己私利 贩卖客户信息 那么我认为我们是不是应该 加强我们自己的员工管理 缩小员工权限才更重要 毕竟再兼顾的网络 也都是人设计的 总会被人给攻破 能攻破网络的人在少数 并且会有迹可循 但是人心却难以预测 这样 给大家五分钟 五分钟之后继续给我提案 这边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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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看看 哎 你说 我送小米这对雪晶杯好不好看 挺好的 他们喝交杯酒的时候能够 嗯 走 再看看 哎 这个怎么样 情侣的浴袍 送个情侣的牙刷也不错啊 嗯 要不然 送这对竹台好不好 洞房花竹 挺挺挺的 所以说嘛 这东西啊 还是成双成对 才会对成好看 走 那边看看 你看啊 这双拖鞋好可爱啊 你看啊 拖鞋肯定是 一双才可爱的 如果只剩下一只的话 另外一只躲骨蛋 拖鞋嘛 当然得买两只了 可是你刚才说的那些东西 单个也能用啊 谁说的 那些东西单个用的话 多丑 要不然我们去买那个吧 急什么呀 我还想去别的地方转住呢 走 喂 闻事 你有没有想过 以后我们两个有个家 或是什么 不是说好了吗 再给我一段时间 先不了解 是给你一段时间啊 但是也不耽误 先想一想嘛 咳咳 你呢 跟我一样 先闭上眼睛 感受一下 这里美好的氛围 你想啊 一个人住 多孤单啊 如果我们两个成了家 住在一起呢 每天 每天一起起床 一起上班 下班 一起做饭 吃饭 看电视 听乐 如果说梦半夜下醒了 身边还有个人 有开心的事情呢 就可以一起分享 有了压力 有了压力呢 两个人也可以共同承担 想一想 多美好 可是这样啊 就失去了一个人的自由 和空间了 那我们两个 可以拥有各自的房间啊 偶尔分开睡 还可以邓家新闲开 一辈子这么长 可一辈子这么长 谁知道哪天 谁就烦了吗